在多媒体时代 我们时常会在网上听到很多人在说资产配置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资产配置呢 是为了以后的生活 金钱上面的贬值 或者说是自己的侄女或者后代呢 很多人通过朋友 闺蜜 亲戚的介绍 就盲目的去跟从 直到自己倾家荡产 我在马来西亚房地产这个行业 10年里 听过至少有70%的投资客告诉我们 他们买海外房产 是一种投资 也是一种资产配置 好 的确 我认为海外房产是资产配置的其中一个选项 但是有多少人的确是买对了项目呢 投资错了项目 对某些家庭来说 确实是自杀式的一种资产配置 虽然可以说资产配置是做好财富的基本功 但是别因为只听过销售随便一说就购置进场 自己也不会去稍微做个其他对比 或者是研究的 这样的资产配置的成功能有多少呢 有些项目甚至根本是为了盲目投资客而做出来的产品 不但没有做到了资产配置的功能 反而多了一分忧虑 有一些投资客甚至手里突然有了一些现金 就急着做一些配置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于自己的财富也是要做科学的规划的 比如说现在你手上有50万 并且你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而你现在手上的50万应该放在哪里比较适合呢 这个就叫做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可以让你东边不亮西边亮 也就是说可以降低你整体投资组合波动和连续下跌的跌幅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去判定哪类的资产未来的表现会很好 也就是说没有哪一类的资产是可以确定可以长期的去持续 比其他的投资资产会更好 这个是我们很难去判断的对不对 在过去我们父母的那个时代 他们很少能够吃饱饭 更别说去买房产或者买基金 谈什么资产配置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有了闲钱 当我们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做资产配置 所以各位 在你们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也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钱投在一个项目上去 应该做更多方面的准备 要不然这个项目赔了 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参考资产配置的一个模型 国家族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模型 它按照了一个比例分成四个账户 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来分散风险 在我们看下去之前 请点赞关注收藏 我们来继续 这个四个账户就好比桌子的四个腿 长久以来少了任何一个还能够支撑 而且如果其中有一条腿比较粗 这个桌子还是比较稳的 这里有四个账户 尤其是第四个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看完 第一个是我们日常要花的钱 也叫做短期的消费 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 比如吃饭出行逛街旅游等 这个账户的钱额度控制在 总收入的10%左右 所以不要花钱太大手大脚的 第二个是保命的钱 比如说你有什么重大的疾病 或者是突发的意外 这个账户的钱就是能够在那个时候 满足你的急需 它的占比通常在20%左右 为的是以小博大 专门解决突发事情的大而开支 第三是生前的钱 就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投资的资金 你可以买股票、基金、房产等等 但是千万不要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这个占比怎么分配比较合理呢 你的总额必须控制在40% 当然要做投资前 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亏不亏得起 无论是赢了还是亏了 对你的家庭有没有致命性的打击 如果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就可以去投 在这里 想投资海外优质房产的 可以私信我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保本升值的钱 你可以投资信托债券 也可以投资养老教育 它不会让我们走投无路 而且能够让我们长期有一个稳定的投资回报 所以这个钱是做长线投资的 不能随意去拿出来用 所以不管我们是企业的老板还是普通的家庭 都必须懂得资产配置 因为它才是增加投资回报的重要关键 错误的理财观念 让我们走很多的弯路 它不是买点理财产品那么的简单 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所以每个人要做合理的资产配置 来让自己的财富的增值 要找到自己合适的配置方案 千万不要辛辛苦苦一辈子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海外资产配置我相信你也做得到 好